娱乐圈里呢有各种类型的艺人 她们当中呢有这么一群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情商智商都很高 也就是被称为人生胜利组的白富美 现在呢我们就带你去看看 这些白富美外加高学历的女性 有谁吧 韩国第一美女金泰西 显赫家世被曝光 她的父亲是大型房产集团的行政总裁 除了显赫的家世 她在韩国最高学府首尔大学毕业 是无数人心中的才貌兼备的女神 很多人都以花瓶来定义林志玲 但她却是娱乐圈的高学历女星 拥有加拿大名校多伦多大学 西洋美术史和经济学双学位 此外呢林志玲的父亲事业 横跨铝制品及科技业 身价过异 所以说呢林志玲是娱乐圈真正的白富美 三军令有台湾第一气质美女之称 她的爸爸呢是台大法学教授 母亲是作家 来自真正的书香门地 她从小呢就是学霸 考入台北大学历史学系 大二转到法律系 在进入演艺圈后呢 还继续升到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三军令还出身于名门望族 他们的张家和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 雾丰林家是亲戚关系 陈慧玲毕业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 还曾留学日本 精通日语英文等多国语言 她不仅仅拥有美貌 完美的身材 还拥有显赫的家世 陈慧玲的父亲呢是香港珠宝大亨 在香港拥有多家名贵珠宝店 陈慧玲作为真正的白富美呢 真的是身价不菲啊 拥有美国名校南加州大学背景的陈延熙 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女神 她曾经呢在全班200多人中考过第一名 此外呢 陈延熙的家庭富贵 父亲更是成功的商人 她被台湾媒体称为是富二代女神 或许呢 有很多人认为漂亮的女生就是没大脑 帅哥型男都是草包 但刚才呢 举例的这些女明星就证明了 这只不过是世俗短见的想法 她们虽然有钱有学历 但是呢 靠着自己努力实现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